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我们将用镜头带您快来了解 发生在您我周遭区里的大小事情 林雅区建军社区发展协会 19年前就开始推动独居老人送餐的服务 不管长辈是否有社会局的补助 只要是有需要的长辈 发展协会都会送餐 甚至送到前阵三明区 只因为理事长的一句话 要给长辈一口饭吃的承诺 才会将这份爱永不断炊 骑着摩托车载着便当挨家挨户 将便当送给独居老人 这样的老人送餐服务 没有想到一做就快要19个年头 发起人就是建军社区发展协会 理事长洪慧雀 那我说好 那我们也来玩这个送便当的游戏 刚开始是在我们社区开始玩 没想到说 这件事真的不简单的事情 因为费用太高了 那时候政府没有补助的情况之下 是以好玩为主 会发起送老人爱心餐的工作 是因为红姐小时候历经家庭变故 看尽人情冷暖 嫁给担任里长的先生之后 就一脚踏入老人送餐的工作 为了要给老人一口饭吃的承诺 夫妻俩即使向银行贷款背负债务 也从不后悔 结果那个奶奶真的就很高兴 她是半信半疑 世界上没有那么好的事情 那我就为了她这一句话的承诺 所以我走到今天 虽然奶奶走了 下一个奶奶又是同一句话问我 同样的问题 其实那时候我真的没有考虑到很多的资源 至于要从哪里来 我只想说为了承诺这两个 也让我背负了很多的债务 那还好啦 我家的人全部人都很支持我 他说这个是在做公益啦 主菜都是鱼跟肉嘛 然后菜就是有海带 都配合那个筋很营养 这是我们自己调配的 我们是没有营养师调配的 因为这样摆起来对不对 看起来也比较 在吃的时候比较好看啦 哇 送你女儿有肉松耶 哎呦 啊 抱一下 抱一下 热腾腾的便当终于送到曾阿嬷的手中 因为没有生儿育女 先生又过世 曾阿嬷独居十一年多 每天都是吃红姐的便当 才让她有勇气继续活下去 十一年啦 十一年啦 我先生死了快十二年 我先生死了没多久就吃她的饭啦 政府的审核很严格 那我的审核呢不严格 只要爷爷奶奶需要我 那我很乐意去帮她服务 那也很愿意陪着她的人神 红姐带着志工每天要送出将近两百个便当 范围不限林雅区 还过及前阵三明区 只是为了一句要给老人一口饭吃的承诺 让送餐服务不断吹 社区好新闻林家敏赖昌帮采访报道 关怀站里的长辈们很流行做石桥手的手部运动 可以改善身体很多毛病 不过只是单纯的按照口令做动作 难免会有些单调 昨天光辉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苏越美发现 配合宝岛漫坡的歌曲做石桥手 可以配合得刚刚好 长辈们也越做越有劲 一句七个字的歌词每句刚好八拍 宝岛漫坡的歌曲节奏轻快 歌词有趣又有意境 搭配石桥手的手势一拍一下 长辈们一下子就配合节奏动了起来 刚刚打手背呢 手背上怎么会痛 不会啊不会痛啊 促进血液循环啊 这样子哦 所以感觉上身体怎么样 很好啊 拉耳朵 这样是拉耳朵的动作哦 原来两只手手心手背和手指尖都有很多穴道 十个招式就能够把两只手的穴道一一敲打到 趁着手掌热热的拉拉耳朵再盖上眼睛让气血循环 石桥手的动作简单又有效果 长辈们都很喜欢做 就像说我们在后骨线每天去打 他会我们的肩膀啊如果痠痛啊 那会马上改善 大铃穴就是心脏加强心脏 所以我告诉他们大铃穴 那河骨穴是大穴嘛 我告诉他们就这个 这些都是然后手麻脚麻巴血穴 又换了一首轻快的歌曲来去台东 一样配合规律的节奏和手势 不快不慢 长辈们听到歌曲就可以很自然的完成动作 协会总干事苏月美特别喜欢挑这样的曲子搭配动作 就很容易引起长辈的兴趣跟着动一动 透过音乐的律动还有他的节奏 然后他会让身体整个心情更好 然后活泼然后又愉快 那这个情况之下 你再把十桥手穴道按摩带进去 那他们整个感觉会更好 就是身心灵你会觉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觉得这么健康的活动 而且把大家都带到这边来 让大家都很有活力 七八九十岁的老人家都很健康 真的 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社区 就是要这么健康的 随着音乐的节奏搭配动作和呼吸 让身体整个活动起来 因为音乐最能够触动人类原始的心灵 只要挑选适合长辈年纪的音乐 长辈们就会很自然的跟着律动 达到多活动的效果 社区好新闻林嘉明赖昌帮采访报道 林亚区魏武里有一堂编织包的课程 不少婆婆妈妈一做就做出兴趣 不但编织包广受亲友的欢迎 甚至还有人要下单购买 俨然成为魏武里的文创商品 里长说他最爱拎着编织包上街 不但好看也不用担心会撞包 还打算当成文创商品来推广 希望将魏武包发扬光大 用不同颜色打包袋做出的手工编织包 婆婆妈妈拿在手上质感一级棒 像这位妈妈拎的编织包 像极了爱马仕的薄金包 还有妈妈手上提的外观 也跟LV Guji名牌包十分相似 这些编织包都是魏武里的妈妈们 上课之后自己编织出来的 不仅独特也很有创意 而且不用担心走在街上会撞包 我们带这个包包也不属于一般的 平常的名牌的包包 所以让我们感到有一种成就感 自己做的不属于其他的 反而拿名牌包包的羡慕我们 拿这种东西好实用又经济 而且又是属于自己的特色的 客制化的 我们喜欢要什么就有什么这样子 所以也不怕装包 所以我们拿得很高兴 原来魏武里长为了鼓励李明 学习手工艺 多年前办了编织包的课程 没想到婆婆妈妈一做就做出了兴趣 如今每个人至少都完成了上百个编织包 像这位王妈妈坐到远近驰民 甚至还有客人下订单 连儿子开的汽车保养厂 也挪出了空间 摆放编织包贩售 编织包制作水准越来越高 邱里长只要跟李明外出旅游 一定携带编织包 甚至出国也不例外 还说泰国有曼谷包 但魏武里的魏武包丝毫不输人 后把它变成一个魏武包 魏武里的包包 魏武包 这种就是说 目前有一个气势慢慢在形成 也希望以后拿出这个包 就知道说 这是魏武里的 这样子 然后形成一股风潮 就像曼谷有特色的曼谷包 那以后我们也有魏武里的魏武包 各式各样的手工编制包 难不倒这群婆婆妈妈 有时候半天的功夫 就能完成一个编织包 不仅可以打发时间 做着做着也做出了自信 不比名牌包差 蛮实用的 又不怕人家刮伤啊 什么不舍得心 学得很高兴啊 我们里长用心 让我们做这个魏武包包 很好用 很喜欢 谢谢里长 如今里亚区魏武里的妈妈们 各个手艺精湛 里长说 假以时日认真推广 或许真的有机会将魏武包发扬光大 成为这里的明星文创商品 魏武里 魏武包 赞 社区好新闻张世民王思武 采访报导 文化中心与高雄示范大学附近 最近的景色可是美翻了 一年一度的达伯乐 最近盛大的开花 而且在下雨天晴过后 阿伯乐看起来更加的鲜黄艳丽 吸引不少民众驻足来拍照 甚至有人干脆带着摄影机来录影 金黄色的阿伯乐吸引民众驻足拍照 一大片的燕黄色行道树 让文化中心周围又更文艺了一些 正式宣告夏天的来临 每年的这个时期 文化中心与高师大附近 总是因为阿伯乐添加许多朝气 估计是前几天的大雨过后 让阿伯乐一夜之间如爆炸式的开花 阿伯乐原产于南亚南部 分布于缅甸 斯里兰卡 印度 台湾 以及中国南部 还有民众特地带着摄影机 等待微风吹来 花瓣随风飘落的黄金雨 是我们高雄最有名的 从和平路文化中心四周围 今天刚好休假就顺便过来拍 光越亮越漂亮 一年一度的开花季节 也给路过行人小小的惊喜 更为城市的忙碌增添鲜艳色彩 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 我是林雅区林隆里王文路里长 要向观众朋友大力推荐 社区好新闻 这个节目专门报导 区里人情故事 看了好新闻保证有好心情 赞 青年港督生根在地 左林右舍都来看 社区好新闻赞 乐活宜居美丽港督社区好新闻 关心社区大小事 看了好新闻自然就有好心情 关心地方热爱港督社区好新闻赞 继续来关心社区好新闻 带给大家哪些好新闻 为了让小朋友知道霸凌的影响和严重性 青年港督有线电视和在地的苹果剧团共同合作 演出反霸凌儿童剧 地势场来到盐城区中校国小 小朋友看到六只脚的小蜘蛛被欺负捉弄 都很棒地说出这是不应该的行为 并且了解同学之间要相互的友爱 共同营造快乐的学习环境 小蜘蛛因为只有六只脚和其他昆虫长得不太一样 所以被同学欺负恶作剧 难过得不想上学 幸好透过蜘蛛妈妈的开导 和严城区的小朋友加油打气之下 终于提起了勇气回到学校 而且还帮助受伤跌倒的同学最终赢得了信任 小朋友们也学习到要勇敢向霸凌说不 不要霸凌 不要霸凌同学 然后要有爱同学 如果我遇到霸凌的话 我会先选择告诉老师 让其他家长也知道我的事 学到不要霸凌别人 不要乱说别人 这样别人会很伤心 小蜘蛛大英雄的儿童剧 第十场来到严城区的中校国小 还有光荣国小严城国小 小朋友们一起看演出 也都了解到霸凌对同学造成的不良影响 校长们也都很推崇 儿童剧活泼生动的潜移默化 反霸凌是学校最重要的教育的 一环 那透过剧团的演出 生动活泼的把这个教育意涵 融入在里面 让小朋友更容易去了解 反霸凌真正的意涵 校园霸凌其实问题蛮严重的 但是校园霸凌 如果我们用老师的心态 用老师的角度去跟孩子们说的时候 孩子们总觉得是说教 但像今天用戏剧的方式 孩子会觉得跟他很近 然后会觉得好像是身边的朋友在跟他说话 就童话里面的人物在跟他说话 这样会对他特别的有意义 而且会印在心里面 会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透过小蚂蚁小蜘蛛和瓢虫的互动 了解到被霸凌的滋味 其实是非常的不好受的 那没有真正的了解一位朋友之前 不要先下有偏见的这个判断 把别人排挤在外面呢 那个滋味真的是很难受 那小朋友透过故事了解 能够友善的面对同学 大家快乐的一起生活 那才是校园里面最甜美的滋味 青年港督有限电视一直以来 秉持深耕在地回馈高雄市民的精神 因此和在地的苹果剧团共同合作 就是希望这颗友善的种子 继续陪伴在孩子的心中成长茁壮 苹果剧团演员们台上生动活泼的演书 还有和学生们的游戏互动 成功和盐城区的小朋友们 创造出友善欢乐的校园氛围 友善校园终结霸凌 社区好新闻综合报导 五颜六色的马赛克 可以创作出许多图案 上户新兴关怀站就请来美术老师 教长辈们用马赛克 设计出吉祥的吊牌 让长辈们手脑动一动 因为马赛克要用P土固定 怕长辈不好弄 美术老师还贴心地将P土放在塑胶袋里 方便长辈把P土挤出来 长辈们坐在桌子前低着头 专心做着手工艺 原来是要继续完成上一次做到一半的半成品 上面写着平安如意的马赛克吊牌 他才要平安还是如意 两个都可以 第一个步骤就是先让他们设计字 让他们设计平安人和 就是先把我们喜欢的字设计上去 然后字设计上去我们先连 用深色的马赛克排出主要的字形 其他颜色的马赛克就点缀在四周 接着还要用P土填满马赛克中间的空隙 怕长辈们不好弄P土 美术老师还把P土放在塑胶袋里 方便长辈们把P土挤出来 原本这个我在家做 我是挖土上去用抹的 我抹完了我再擦 但给老人家我不敢 所以我回去有包那个像奶油一样 那他们用挤的 我觉得这样子比较适合他们 所以我带他们的课程 我都会先想一下 怎么把它简化适合他们去做 然后又达到我要的用意 对 老人家也还不错 都蛮用心的 做得也都还不错 真的吗 那芡菜啊 都要保毛啊 对啊 吊牌还没有完成 长辈们已经想好 要把吊牌放在家里的哪些地方了 因为椭圆形的吊牌 还要滚上边才算大功告成 然后现在教他们的 就是帮他们洗澡 把身上的土洗下来 因为这方面是设计到小精细的动作 一般老人家拿都是大的 拿东西我们都是大的 手指头的运动 但精细动作对他们来讲 是比较少运用到的 所以会安排一些课程 让他们可以运用到手指头 因为手指头跟末梢也有关系 所以我们教小孩都会跟小孩说 手动就是头脑动 对 我相信老人家也是一样 对 手有在动 头脑就有在动 但就是要花一点时间 这里不错啊 这里可以学习很多 上次有说个面器 还有这个天灯 静态课程的话 我们大部分都是安排 连锁课程 或是一些简单的手工艺课程 还有请医院的医生 到这边来办讲座 我们大部分都是做一些 然后在礼拜二的话 他们做的是属于心灵成长方面的课程 商户新兴关爱学堂 在商户关爱协会用心规划之下 课程内容丰富 长辈们每完成一项手工艺品 心中那股成就感就是他们继续创作的原动力 社区好新闻 张盛民 赖以长帮采访报道 正修科技大学成立乐林大学六年多 吸引许多退休长辈 其中还有第一届毕业将近50年的校友 仍然回到学校学习课程 包括韵律舞蹈 烹饪等等 对他们来说 活到老 学到老 不仅充满活力 也可以学到许多生活常识 跟着韵律舞蹈老师一块摇摆身体 仔细看看课堂上的学员 大多都是上了年纪的退休长辈 原来他们都是正修科大乐林大学的 阿公跟阿嬷 成立六年多 乐林大学只要一开班 几乎斑斑爆满 课程琳琅满目 包括了舞蹈 按摩 轻拾制作应有尽有 像这堂肚皮肤的课程 还找来世界级比赛选手教课 每个人就像是回到学校一样 仔细聆听 专心学习 他们在半个小时 他们也是都很认真地跟着 其实他跟小学生一样 比如说更守规矩 或者更听老师的 那一定的 真的 比小朋友还要乖 男生从退休之后 就比较难踩出那一步 所以我就有一个idea 说什么叫contenture 不是他看你的手叫contenture 你也可以看他的手去 从社区的散步开始 吃完饭就去散步 慢慢散步完了之后 他就会养成习惯 是这样子 鼓励他们走出来 因为你要跟他一起活到来 和许多社区关怀站一样 学员一样是红花多 绿叶少 不过这里的阿公可不会害羞 左摇右摆开心得不得了 像这位周伯伯 正修第一届毕业生 踏出校门都快五十年了 如今回到学校加入勒林大学的行列 觉得很有意义 而其他的长辈看法也相同 以前的感觉啊 男人在退休以后 在家里就是看报纸啦 吃饭睡觉啦 自己出去散散步 出来这边还可以交交一些朋友 还可以大家出来活动活动很好啊 表现得出来跟以往都不一样 而且这个课程的话 很适合我们这一班的人啊 所以我们大家都很 对于这一班的话 期望非常的高 而且大家很热心的来充来参与啊 迈入高龄化社会 长辈如何规划退休生活 才能让生活退而不休 勒林大学课程暴露万象 不妨考虑加入镜头前 这些长辈们的行列 摇摆一下身体 让心情更加开朗 社区好新闻张世民王思武 采访报导 接下来一起关心社区放纵头 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打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适合迁徙、入宅、盖屋、驾马、冲龙、煞北纲 53岁的民众请您要特别注意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社区好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也祝福观众朋友天天都有好心情 我是主播赖以昌邦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Cinlian 港都有线电视 与您一起看见高雄 上面是台湾传统的文化 代表这种在地的精神 所以就知道我们怎么辛苦 我们也是要用心来传心 好后这边的人 可以感受到这片土地的情形 看见在地人的心 青年港都有线电视 和您一起用心 青年港都有线电视 与您一起看见高雄 青年港都有线电视 青年港都有线电视 与您一起看见高雄 您是每张专注的面孔 期待每次的小小遇见 聆听每块土地传唱的歌 阅读每绿传承的独特记忆 每周三晚间九点 和您一起月高雄 们字幕称不只字幕地订备 Enfin 转发 聆听 十字幕称 中文化